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意思是说在值得这个研究里面呢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从这个Phenomenology 就叫现象学里面 过去现象学里面他们所从事资料 进行研究的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说值得研究你可以在这些领域里面 你看到我们所使用的一些方式 那他说是四个orientatio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值得研究里面我们常常呢 就过去的这些研究领域里面 那在这值得研究里 使用到非常大量的这种值得研究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值得研究大概就是 就是区分成这四大 或者是说常常借用这些领域 他们的一个研究的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说值得研究 其实是他有一些不同的这种研究方法 那么用来呢 收集资料的一种方式 那比如说呢我们上礼拜讲到 他可能是从现象学里面 或者是从ethnography 我们就是民族制 民族制的这种 过去呢大家在民族制这个领域里面 你怎么样去发掘一个民族 它的一个特质 所以一个族群它的一个特质 那你用的一种方式呢 常常就是用值得研究的一种方式 那第三个我们说叫做grounded theory 扎根理论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cast study 个案研究 所以我们说在值得研究里面 在这些领域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常常使用这种值的研究 所以不管是在现象学 或者是在民族制 或者是在扎根理论 或者在个案研究里面 所以换句话说值得研究 也常常应用他们类似的 像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方法 那我们上次已经讲到这个现象学 对不对 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ethnography 就是民族制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ethnography 我们说这个民族制呢 其实他要介绍的呢 就是他最主要的资料搜集方法 我们说在过去的这种考古的领域啦 或者是研究民族风俗的这些领域里面 那他们最常使用的一种方式就是 我亲自去加入这个族群 然后我去参与他们的一个生活 好所以我借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来观察他们的一些特质 好所以这种方式呢 我们叫做ethnography 好所以我们说ethnography呢 基本上呢 是一种studying culture 研究文化的一种方式 那他怎么样去研究文化呢 是借由methodes that involve becoming highly active within the culture 我高度的参与在这个文化里面 然后我借由这种方式 我去了解这个文化上的一些特质 好所以这种方式呢 就是你必须要参与 积极参与这个族群 好你跟他生活在一起 然后借由观察他们的一些日常的生活的 一种方式 还有跟跟这个族群里面的这些人来访谈聊天 甚至观察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谈 好所以他即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 你可能用了访谈的方法 你也可能用了观察的方式 那你也可能观察这个族群 他过去的一些文化的记录 好或是一些历史的记录 好所以他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收集资料 好但是他主要的特色就是 你必须呢在这个族群里面 好一起生活 好这种方式我们叫做ethnography的一种方式 那虽然说这个是我们过去在研究民族文化的一种常见的方式 但是当你在做直的研究的时候 好我们也常常会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资料的收集 比如说我想要研究自闭症的儿童 那我可能要跟这个自闭症的儿童呢在一起生活一阵子 那我来观察这个自闭症的儿童他的一些行为跟反应 好所以基本上我们说这个叫做ethnography 所以在ethnography里面他其实常常使用叫做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就是参与式的观察 参与式的观察就是研究人员呢 藉由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来进行观察跟资料的一个收集 好所以参与像民族制呢 我们必须参与这个族群的生活 或是参与这个这个文化 然后来了解收集观察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说在ethnography里面 使用非常多的就是这种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当然他不是只有使用这种方法 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仰赖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进行资料的一个收集 好所以他说 an ethnography research approach where the researchers becomes immersed within the culture that he or she studying and draws data from his or her observation 他说这个是呢 我们一种民族制的一种研究的一种方式 好在这样的一种方式里面 研究人员呢 他必须呢在这个参与 在沉浸在这个文化里面 好 immerse 我们说沉浸在这个文化里面 然后藉由他的观察 好来了解 来收集之下来了解 他所要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好这种叫做participant observation 那我们上次有问到同学说 假设我现在想要知道 我们的研究目的是 好 什么叫做peak performance 有尖峰成就的这样 有尖峰成就的这种团队 他会有什么样的特质 好比如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这种 我们说这个是team 我们想要了解的是一个team 不是个人 就是一个team呢 假设一个团队 他能够到达我们所 大家所公认的一种尖峰的成就 那这种团队他共同的特质会是什么 好所以他想要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那我们上次问同学说 那这样怎么样来做呢 怎么样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呢 我想要了解 比如说世界上有非常多的很棒的那个足球队 好现在世界杯足球又要开始比赛 对不对 所以有非常棒的这个足球队 那也有非常棒的棒球队 那这些我们公认有非常具体成就的这些团队 他们共同的特质会是什么 换句话说是什么样的一种特质 让他们可以达成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巅峰 好所以想要把这个特质找出来 那要怎么样做研究 你要用问卷调查吗 或者是你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好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说比如说 好这个research objective 是identify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organizations that maintain leadership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好什么叫做尖峰成就 他的定义就是这样 我想要了解哪一些基本的元素 essential哪一些是必要的元素 essential就是说重要的 基本的哪一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让一个团队在这个领域里面 长时间可以保持巅峰的状态 不是说突然就是第一名 而是他在这个领域里面有长时间的 达到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 好所以我们才叫做有一个叫peak performance 有一个尖峰成就的团队 那他的一个essential elements到底是什么 这些团队的essential elements到底是什么呢 好这时候呢 其实他所用的就是所谓的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就是我们说的ethnography的一种研究方法 好所以这个 这个研究人员呢 他就是采用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个ethnography的研究方式 他就是采用我积极去参与这些团队 然后我从跟团员的一个互动 还有我看团员跟团员之间的互动 以及他们整个团队的管理 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记录 然后来了解这些 我做最后做了一些归纳 好这个团队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 那你要选择哪一些团队呢 好因为这个研究人员 他必须积极去参与这个团队的生活 好有一段时间他跟这个团队生活在一起 好所以他选的是 他选了几个团队好 在当时候他做研究的时候 他选的主要是这些运动的团队 就是运动的一个职业队伍 比如说像亚特兰大勇士队 在美国呢棒球是很有名 对不对 好另外像San Francisco 49ers 就是旧金山49人队 那个是美国的那个football 过去呢曾经有真的 常常拿到那个superball冠军杯的 那另外像纽西兰 纽西兰的一个Oblex Rugged 那个也是像橄榄球那样子 就是纽西兰他们的一种团队 另外像英国 Williams Formula One 我们说方程是什么这种赛车团队之类的 所以另外像德国的一个Soccer Team 那所以这些呢在世界上各地 他们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表现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然后这个有目共睹是维持一段时间 所以其实是符合他对巅峰成就 具有巅峰成就团队的一个定义 所以第一个他就选择我要去观察哪一些团队 他就选择这几个团队 然后研究人员呢就实际去参与这些运动队伍 他们的生活一段时间 你要有一段时间 然后研究人员呢在这个团队里面生活呢 他就是看他们的一种管理 他们整个团队日常的一个经营的模式 就是等于我就跟你一起生活 但你的生活不会因为我存在 然后就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这个团队他就从他这个团队的日常的运作 以及跟团员之间的这个一个沟通 或者是看团队过去的一些文件的这个记录 然后最后归纳出来 要有尖锋成就的团队呢 他必须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 那同学猜猜看 要有尖锋团队的这个需要有什么样的特质 他们必备的特质是什么 要有尖锋成就要有什么样的特质 才会有才有很好的成就 陈平宇努力不懈 对不对 还有呢 啊 自觉 直觉 直觉要有直觉啊 什么意思 他有很好的直觉 是不是 好 那还有没有呢 那个林云轩 要很好的应变能力 还有呢 还有呢 他有团队精神 看起来很抽象 对不对 好 你怎么能够观察出来 有团队精神 有上升力 有直觉 所以其实从这个 你还要再讲是不是林云轩 你还没有讲完啊 够了 好 好 那我们来看看哦 这个研究人员他就是实际去参与这些运动队伍的生活 好 然后从中呢他就归纳出一些结论出来 他就发现 这些不管你是football team 或者是soccer 或者是你的这个basketball 不管你是哪一种团队 他们长期以来能够有这样非常优异的表现 好 他共同的特质是什么 好 第一个 他就发现 呃 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这个是在讲说 他使用的什么方式来收集资料 他用倾听的方式 就是听这些人他们怎么样沟通 然后他们在讲些什么话 还有观察 好 观察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 呃 就是整个整个日常的一种生活 另外呢story sharing 听这些团员讲他们的故事 好就是 哎你记得以前有什么样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听这些团员讲他们自己的故事 好所以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intuition或者是judgment 还有最后就是跟他们混在一起 handing out的就是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好所以他用这些不同的这种方式来收集资料 好然后最后他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呢 他有什么样的findings发现 好他说呢 这些团队不管你是在哪一种领域 他的第一个特质是你的一定要有这种赢的企图心 换句话说呢 他们有非常旺盛的这种想要赢得胜利的这种企图心 我一定想要赢我要得到这个世界杯冠军 我要得到怎么样的冠军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clear的一个清楚的目标 好我要怎么样 而且他们那种企图心是非常旺盛的 好所以同学呢 其实在个人也是一样 你没有企图心 就说你不想 呃 比如说来下礼拜要考试对不对 你想说我只要考70分就好了 那你大概不会超过70几分 好 你应该想说我要考100分 那才有可能会考到90分以上 所以加了这种企图心对不对 企图心呢 才会引导你的行为吧 你如果只要考70分的话呢 你可能 哎我就这样看一看 好 那搞不好你就考到50几了 60几了 好所以你一定要那种 Overwhelming passion to win 压倒性的这种赢的热情 好他一定要赢的这种热情 他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成就 第二个呢 好 他们强调的信念是什么 Exceeding personal best 他要超越个人的最佳 好 呃 他们说你没有最佳是永远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 就是他想要强烈超越自己的过去的表现 每一个团员呢 都想要超越自己 好所以他们有很强的赢的企图心 第二个发现是这些团队里面的成员呢 每一个人都想要超越自己 好所以我想要表现的更好 我要比我去年更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这样子的一个气息之下 那这个团队他就可以保持他的巅峰 好每一个人想要超越自己 好 第三个呢 the last detail 换句话说这些人呢 不是随随便便的哦 他们 最后的这个细节也不会轻忽 好 不会轻忽任何的这个细节 换句话说他整个团队的运作 他是很 很有组织很有规划 然后很有策略的在进行 不是这样子他突然就变成这样 所以他是有一系列的这样子的很好的这种运作 最后才可以变成这样 所以他不轻忽任何的细节 在任何这个团队的这个运作里面 那他认为说这三个特质呢 是他观察到这几个球队里面呢 他们所带出来的一个表现 那我相信这个 如果每一个同学都可以做这样子 你要非常强的这种赢的企图心 然后呢你想要超越你自己的表现 另外呢你不轻忽任何的细节 我相信你也可以有这种巅峰的成就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好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ethnography 你这个民族制这种研究领域里面 你就常常跟这些 你要观察的这种文化 或是这种族群呢 就混在一起 然后藉由倾听 藉由观察 藉由记录 藉由访谈 或是藉由过去资料的一种收集 那么来得出你的一个结论 这个就是ethnography 他们这种研究方式 好 那第三种呢我们叫做扎根理论 好 扎根理论其实是一种 呃 我们说它其实是一个inductive investigation 就是一种归纳法 扎根理论呢 就是我不停的 好 我可能利用不停的询问问题 然后我最后归纳出一个结论出来 好 这种我们叫做ground theory 好那怎么样去扎根理论 怎么样建立这些理论出来呢 它采用的就是这种归纳的方式 所以它透过不断的询问 好不断的一直问一直问 然后呃 结问下去 好我们说非常深度的一个询问 收集资料 然后阅读 好阅读一些相关的文件啊 然后最后呢推导出 归纳出它的一个结论出来 那这个我们就叫做扎根理论了 所以它说扎根理论是什么 representation inductive investigation 它代表的是一种归纳的一种探讨的方式 归纳的一种资料收集的方式 in which the researchers poses questions about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respondents or taken from historical records 那怎么样归纳呢 它说这种方式呢 它就是研究人员呢 就是不断的抛出问题出来 不断的问问题 不断的问问题 或者是我从过去的一个历史记录里面 来做归纳 所以当然我们说 这两种可能是并存的 我可以不断的问这些相关人员 他的一些资讯 那我也可以从历史记录里面呢 去把一些资料找出来 好 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 grounded theory 那他们 他说 the researchers ask the questions to him or herself and repeatedly questions the responses to drive drive derive deeper explanation 那 我们说 这个研究人员他要不断的问自己说 接下来呢 我还可以做什么 就是说 还有什么事情 换句话说 他也不断的询问自己 那他很重要的问题是 那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跟过去有什么样的差别 他带来什么样的一种不差异 换句话说 他不断的询问自己 也去询问他的这个相关的这种关系的 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好 那这个情况 这样的一个事情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 好 所以他 以这种方式不断 捷问的这种方式收集资料 然后从历史记录里面分析 然后最后是用归纳出来一个结论出来 好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扎根理论他的一个用法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叫做case studies 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同学可能也会用到 我们说个案研究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从一个 通常你要做个案研究的时候 就是你对一个非常有兴趣的一个case 好 然后我们 the documented history of particular person group organization or events 所以这个case呢 可以是一个人 某一种特定的人 或是某一个族群 或是某一个组织 或是某一个事件 都可以 好 比如说美丽岛事件 它就是一个event 它就是一个事件 那我们说台积电 它就是一个组织 好 那我想去了解张中谋这个人 那你也可以把他当作是一个研究的对象 那他就是一个人 所以你这个case呢 可能是一个组织 可能是一个人 可能是一个event 或者是一个族群都可以 好 那可能有关这个人 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文件 是你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对象 重要的资料之一